来的话 其实当然是不是可以拿刚刚的程式来修改一下 可不可以做出一样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 一样就是到 Visual Basic 第一个就是一样找到我们那个专案 就是 009 所以特别注意 你们将来慢慢要 写程式不能说 只要空白的地方你就写 一定要记得写在哪一个专案 哪一个专案就是哪一个档案 他会跟着那个档案 因为之前有同学写完之后 然后存到另外一个档案去 结果程式就找不到了 OK有可能这种状况 所以如果是 009 你就要在这边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是 009的模组 那我们写的程式就是写什么 前后三名公司 那我们可以拿刚刚这个程式来改看看 这个程式的话 我就拿这个 OK Sub 然后把它复制 贴过来改一下 那改的方法跟刚刚差不多了 就是名称先改 所以名称把它这个改一下 OK他就是前后三名公司之合 然后范围的话 for i 等于2到10 然后改一下 然后可是我不是Labs 我今天的条件是什么 我条件是要前三名 所以这个条件变成什么 是个 Sales的 所以就不是前两个字 所以Labs这个就拿掉了 OK 然后也不是A栏 我是B栏 所以B栏里面的话是什么 大于等于某一个值 大于某一个 某一个 那我们刚好怎么样 刚好这边有什么 有这个 不过前提是刚好有这个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就要先丢进去 然后再OK 那所以这边刚好有了 所以这个是F2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办 这几天F2跟他讲 你去跟那个F2比一下 就用Range也可以 Range 然后F2 对不对 第一个就OK了 他这样子的话 就是等于是前三名的比较逻辑 后三名的话就偶尔 或就可以了 或什么呢 或这个 把这个再复制过来 那改什么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柱 但是方向改一下 小于等于柱二 这样就OK了 所以前面的逻辑是判断什么 是判断那个大于等于 那个前三 后面这个逻辑是 什么后三 这样就OK了 然后一样 累加 累加的话是B 对不对 然后累加完之后 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叫第二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范本还蛮好用的 基本上都通用的 所以以后如果有一些范本 你就照着修改一下 其实很多层次都出来 但是你要知道 哪一些怎么来龙去脉 还有就是那个逻辑 OK 其他累加差不多 所以今天你会发现 累加可以用三个 四个五个范例都可以 反正都差不多 再来最后的话就要执行看看 OK 我们执行跑一下 如果你没有把握一样 这个中断点 跑跑看 我的习惯就是先跑到这边 然后确定一下 这个是3220 然后里面是没有 把它加起来 所以这个320应该是倒数的 OK 然后累加 然后换下一个 假设我试一下 这应该基本上 二十万六千五 看一下 二十万六千五 所以结果没有问题 不过你会想说 这个地方 这两个值 有没有 怎么办 这两个值 大概有几种取巧的方法 就是你将来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不要让人家知道 这样不就好了 对不对 简单 如果说你要输出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偷偷的输出 比如说输出的话 你就变成说 多一行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Range F2 里面假如说现在没有东西 你就可以给它一个公式 偷偷先丢 另外的话 Range的 虚二 假设里面没有东西 对不对 假设里面 它没有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删掉 不过删掉之前 我先把这个公式 先复制 贴到这边里面 如果有双引号就补一下 这个的话 就先把它丢到哪里 丢到 这个 这个里面 OK 这样的话 就把这删掉就可以了 或者你未来 这个隐藏起来 也没关系 当然如果你以后想说 老师那我不要隐藏的话 那请你丢远一点 丢到很远很远 非常遥远的地方 没有人会去找到的地方 可不可以啊 这是事物方法 事方法啊 也不能说不行 没有会不会错 这不会有人发现吧 对不对 除非他看得懂VVA 而且看得到你的程式 对不对 OK 对 圣密码也可以啊 因为这种写法 我是觉得 第一个是比较简单 好理解 对不对 写得出来 不用再学新的 不然其实另外有一招 我云端上写的 那一串 很长一串的东西 我本来 是直接想要讲的 如果我想说 讲完你们应该会 就是 他需要很大的脑力 去把它理解 所以先讲简单的 所以我建议各位 学程式 千万不要转六角尖 反正只要能够提高效率 好写的方法 就是好方法 OK 所以其实这些方法 都是我自己想 那为什么这样想呢 因为我会考虑到 你写不写得出来 OK 如果你写不出来 我讲再多 好像也是多余的 为什么 很多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 你那个方法太困难了 我根本 到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才能够理解 真的 不过真的有同学 蛮厉害的 就是不断不断 就花很多时间 终于理解了 但是是非常 一段时间之后 他说 老师 我终于懂你的意思了 但是他其实是非常用功 我想说 这么用功的学生 都要这么久 才能理解 然后倒不如 我先讲一些简单 你们这个方法 应该做得出来吧 如果你可以先跑跑看 比如说按F8好了 他是怎么跑 先丢这个结果 到这边 先再丢这个结果到这边 然后再让它全部跑完 OK 跑到这边 最后输出结果到这里 OK 把它跑完 这样就过来 可是如果你想说 老师 那我将来 我不需要让人家发现说 我这边是有藏东西的话 很简单 你有毁尸灭漆 什么意思 就是 再把这里面东西 怎么样 把它清空比较好 有没有 最后呢 你就是再丢什么 这个东西过来 这个都不见了 比如跑一下 这边 这个可以删掉 这都删掉好了 OK 那比如说呢 我就可以 先让它出现 再把它删掉 有没有 不见了 这样就 人家就不知道 原来其实你是 先在那边产生一个结果 然后参考完之后 才产生另外的结果 对 连上面这个都不要出现 也没关系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是问题 没有问题 OK 所以有的时候 写不见的 一定要用很厉害 的方法写 我是觉得 只要你能够把那个 结果给产生 解决你的问题为优先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你想说 老师 这个方法 感觉就是太low了 太 我说不出来的 感觉好像 没办法表现我的专业 OK 那你如果要表现 你的专业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法 那我再讲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真的彻底表现 你的专业的 就是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我本来要讲的 就是这个写法 OK 好 那你想 这个写法到底有什么地方厉害呢 不是不是不是 它这个写法就是说 如果你要直接怎么样呢 你不是输出公式到Excel里面去执行的话 你是直接用VBA 直接就存取 把Excel里面的函数 因为在VBA里面没有Lodge 也没有Small 也没有 因为我讲过 就VBA大概100出头个 那个函数 但是Excel里面有250几个 那Excel当然比较多了 VBA很多没有 OK 那怎么办呢 你有 我没有 那我如果今天我想用VBA 去直接存取Excel里面的函数 来用的话 那请你用这一招 OK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我这边是直接存取它 那当然这样比较厉害 可是问题是你要付出一点代价 就是你要懂怎么写 如果也不难 我这边有黄色Mark 但我做一次给你们看 你们就懂了 也不难 这一串不是用背的 但是你可能还是要稍微记一点东西 那这个地方的话 首先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不用这个方法 所以有这个方法 但我不删掉 我先把它注解好了 把它留下 因为可以当成参考 OK 好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今天我也不需要这两个 我直接用VBA存取 那个什么 存取那个Excel里面的函数的话 那我就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一 你要 VBA要呼叫Excel的话 Excel叫什么 Excel 在VBA里面有个大物件 叫Application 因为VBA A其实指的就是Application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 Ti1 OK 好 字标拼错 Application 点 如果你字没拼错 点就出来了 后面就不用记了 它的那个里面的 Excel里面的所有的函数 叫Worksheet 所以你就打一个WO 这边会出现 Worksheet function 所以你再打一个WO 后面就用选的就可以了 Worksheet function里面 点下去就是所有它里面的函数了 其中有一个叫什么Large 所以你打一个L 有没有放在Large Large就出来了 Large的用法 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用法 不是跟Excel里面一样 你必须给它一个范围 VBA里面的范围叫Range 所以你这边记得用Range 哪一个Range 这个Range B2到B10 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写 Range B2 冒号B10 在VBA写法跟在Excel不一样 斗点第三 后瓜糊 这样子就写好了 看得懂意思吧 Large 不过你要透过前面这个 去找到它 Range写法不太一样 后面的小的部分的话 就是把它改一下 所以其实偷懒一下 把这个拿来改就好了 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后面之后的话 这边盖过去 然后改成什么 这边改成small就可以了 small ok 那这边改一个small ok好写完了 程式的话 不过因为这边折行一下 加一个底线 偶尔后面空格加底线 这样子 tape一下 不然的话太过去了 这边之后我这边空白加一个底线 enter它才会两行会变一行 应该可以看同意思 ok 然后我们来run一下看好不好 ok 等于这个就不用了 把它删掉 当然这边直接执行 理论上应该ok的 直接 结果一模一样 有没有 不过这个相对比较高级一点 可是 好像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可是如果你习惯 我是觉得倒还好 只是说你可能要多记一个什么 application 点workshare function 后面的话你就是直接用点 它有large 有没有 这两百多个都会出现 其中有个large 然后你就是后面就是照着做就ok了 所以后面的话你就是再丢给它range第三个就ok了 今天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讲完这个数学函数 下一个礼拜的话我们还有几题把它完成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数学下一个礼拜的话会再继续讲数学与统计函数 里面的话会再讲像黑名单筛选 或者是乐透彩 乐透彩会有个地方就是说 看时间如果够的话 还可以试着去抓取网络的资料 比如说我们的资料来自于 网络上有历年来的乐透彩资料 怎么样抓下来之后 做历年来的大乐透资料统计 看哪一个开出号码几率最高 可以当成参考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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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